4月8日,孙怡发自拍配文,回应频繁上热搜,称自己没买过,也不稀罕上热搜。 孙怡微博全文写道,热搜这事儿我觉得我真忍不住了,每次看到一些雾气八糟的评论,哪些说我买热搜的同志们麻烦你们有点脑子,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我买热搜了,你看见了证据呢朋友,没事上来发这种评论,我看是闲的你,嘴欠,还有那些带节奏的大号,你们缺得不缺,我就问你们,蹭热度没这么干的好吗? 做人善良点,心怀阳光OK,还有上热搜这件事,我真不稀罕,谢谢。我的微博,我想干啥就干啥,你们爱看不看,是,怎么回复是你们的自由,但也别让你们随意敲出来的几个字,显得你是一个没主见随大溜嘴欠,生活充满灰暗的人,我就攻击你了,怎么的,拜拜。 随后孙怡还在微博中也重复声明,自己全家老小都没给她买过热搜,顺便也回应了有人说没看她的剧,她堪位不够的说法。 我只能说我以前现在以及将来都会努力好好拍戏拍好作品,让大家认可,谢谢。